此六度 那菩萨 究竟自他经历之大行 能到涅槃彼岸 菩萨自行此法 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 故虚云教化安利众生 我们把底下这一句言念下去 会书会书声乐 一道受他为教 转握成善为话 引导众生 安住正道 建立大心 故云安利 我们就念到此地 六波罗密 六个修学的纲领 使一切菩萨 自己修行的 科目 依照这个科目修 同时 也以这六个科目 教导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六度执行的 教化安利众生 六度前面讲了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重新 简单的温习一下 确实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这是菩萨心 最重要的核心 我们没做到 古人说 读书千遍 其意自尽 我们读书 听闻 肯定没有到一千遍 一千遍 也不算多 这个是 佛法里面所说的 常识 熏修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六度第一个诗 不时 不时 这经文上很清楚的 很以不时 不时有三大类 有财不时 有法不时 有无为不时 财不时的财富 财富 可以 滋养我们的 生命 也就是肉体 的利润 发布时的 智慧 智慧能养 我们的慧命 让我们 明心 坚信 换一句话说 这是精神上的 利润 无为不时 是 是好事 对待一切众生 众生 有苦难的时候 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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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 去帮助他 让他 离开 空路 平安 度过 艰难 这一类呢 都是说于 无为不时 特别是 人在临终之前 所感受到的 病苦 如果我们 能帮助他 把他的 病苦 减轻 让他 感觉到快乐 感到 安慰 感到 有人照顾 这是 他离开 恐怖了 这一类 无为不时 非常 重要 这三双四 古报 三个古报 世间人 没有不希望得到的 希望是希望 不见得你能得到 这是 八苦里面 求不得苦 我想求财富 想求聪明智慧 想求健康长生 想求到老的时候 有很多年轻人 照顾 这大福报 福报从哪来的 从修来的 主要知道 福报是古 古必有因 我们没有修 我们没有修音 拿来的 国报 古时候 出家人 一如我佛门 提度了 首先 首先就是将你修 福 为什么 佛法里都常说 法能未转 是能先 如果你 生活都有困难 三餐不齐 明天住在哪里 不知道 你还有心 学到吗 我们的同学 有福报 舍方善 有护士 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 这是多大的福报 你们福报比我大多了 我可以说 在七十年之前 到七十岁 七十多岁以后 才有个小道场 七十岁之前 我不知道明天 在什么地方 人身心 无依无靠 早年 算是很幸运 有缘 遇到韩馆长 我们在台北 建立一个图书馆 华藏图书馆 他担任馆长 同理大众 我们相依为命 三十年 他走了 我们又要开始流浪了 照年流浪 他收留了 我住在他家里 他们一家人 对我很厚道 可是我们自己 心病不安 念头 只是想到今天 不敢想明天 明天人家不高兴 叫我们走 那就都走了我 好在他照顾我三十年 才有今天的成就 他过世之后 我们又开始流浪 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间最长 三年半 到这地方来 到这个地方来 政府 给我们优厚的条件 允许我们在此地建造场 允许我们在此地建造场 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因缘 我们到场 在这里建立了十年 照理说 十年 儒家讲法 七年小臣 九年大臣 小臣是君子 大臣是神仙 在佛法里面 小臣是这三位 确实 真正用功 平常人 普通人 三四年就得三位了 六七年 开悟的人 就有了 十年 我们相信 开悟的人不少 但是 我们疏忽了 没有能够 移交奉献 把光阴耽误掉了 十年 空过了 心 没有得清净 身体健康 不如十年前 身心 身心疲惫 扎念 妄想 不但没有减少 可能还是增加 我们也是在修心 也是在修道 修的是六道轮回 不是菩萨性 是凡夫性 我们是在修道 并不是 他们计算 可 并不是